裝不下你的卡夾 裝不下你的水壺 因為這些東西都不能讓我們裝可愛 我們現在要裝的東西就是可愛 是時髦 非常多女生喜歡看的小廢包特輯 她在錄的第二集 現在整個節奏有一點跟上了 我們這樣之後就可以代表 我們可以找她來錄越來越多 就是不一樣的那種題材 愛瑪士是我下一個目標 OK 我們一起來就是留言極細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小廢包 那小廢包通常是指什麼 就比方說像你現在面前看到這些 裝不下你的卡夾 裝不下你的水壺 裝不下你的什麼 雨傘 雨傘 對 這三樣東西不好意思 out OK 不要再想這些東西了 因為這些東西都不能讓我們裝可愛 我們現在要裝的東西就是可愛 是時髦 好 我們來介紹一下 欸 像小廢包 它跟經典最大的差別 然後優點 然後跟優勢你覺得在哪裡 最大的優點應該是它的價格吧 因為其實價格大部分都落在10萬以下 那是真的比較好入手的價格 加上它的做工啊 其實因為它小其實是更細緻的 然後非常的搶眼 所以其實你用不到10萬的價格 你可以入手的很搶眼的包包搭配性很強 就是可能旁人會覺得 它真的好時髦 它不在乎實用度 它只在乎時髦 天啊 它花這個錢圈運去滿小廢包 它一定是個時髦人 說不知其實是因為就是金額的關係 金額的關係 那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這些全部都是你自己帶的對不對 對 我跟你講我們真的是找對人 那誰一般人能夠用這麼多小廢包啊 來我們來看一下 你先推薦一下就是 目前像你自己在你自己的代購平台上面 最多人問的小廢包通常是哪幾款 通常是這個 長盒子 它是小廢包裡面相對實用的 可以裝一下手機 而且稍微卡包其實是裝得下的 就是那種卡夾 然後或者說比較小的零錢包是可以裝的 那它的內袋我們打開來看一下好不好 它的裡面 這是新款的 它裡面有鏡子 喔 嚇一跳對不對 好方便喔 今天馬上補妝 所以你不用再進步 放三個卡片 對 三個卡片 來 我們往前一點給大家看 好 裡面可以放卡片 然後呢 它新款我喜歡它的鏈條 裡面是好多CC 喔 就是有做一些變化 對 就是它新款的 所以這個新款是什麼時候 是今年的嗎 對 今年年初 22年年初的 那很新欸 對 非常新 所以鏈子是22年年初才有這樣的更新 是 接下來這款是大家其實 詢問小廢包的時候 最多人問的 還有就是它旁邊這幾個對不對 這個方盒子 這叫小盒子 也是非常多人問的一個包型 因為其實它的厚度是有的 你不要裝太長的東西 其實譬如說口紅啊 車鑰匙 它其實容量是夠的 喔 對 因為其實很多人 常常買包包的時候 我後來發現其實底部寬 它相對能裝的東西 會變得非常非常多 對不對 所以其實像這個 因為它底部是寬的關係 所以它是可以裝的 對 而且你們有沒有發現它拿起來 有個特別的地方 它是這樣子短的 這是一個珍珠手拿包 我覺得這個很特別 所以特別想帶來給大家看 這個有一點晚宴包的感覺 對不對 對 可以這樣子做得太 這樣掛在手上這樣子 喔 好可愛喔 超級可愛 而且這邊有個珍珠 因為那時候它一拿出來的時候 你說這個叫什麼包 什麼 小盒子 喔 小盒子 嗯 珍珠手拿包 對 因為它上面這個珍珠 就是特別的搶眼 然後真的會讓人完全沒有辦法 就是移開你的眼珠 我覺得這個蠻酷的 如果跟姐妹出去 你戴這就贏了嘛 嗯 一定的 大家都嚇一大跳 當然當然 怎麼會這麼的時髦 你跟Christina買的嗎 這樣子 喔 再來這個呢 這個 因為我就是覺得香奈兒的牛仔材質 真的很時髦 很可愛 然後這個呢 是有加金球的小盒子 金球還都包滿了牛仔布 金球其實是一個也是差不多這兩三年才出來的東西 對不對 它是可以調節背帶長度的 因為其實以往的話 像我們剛剛介紹幾款比較經典的 它的背帶都是不能調的 那有時候我們亞洲女生可能沒這麼高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在一個有點過長的狀態 那當然這個小金球它就是可以調你的長度 可以讓你像有些人喜歡在胸部下 或是腋下 然後甚至是在骨盆那個地方都可以自己調節 像背就很可愛 嗯 整個顏色有跳出來 而且它如果是側背的話 也不會覺得太長 因為它金球可以調節 就不會覺得太長 嗯 而且我覺得牛仔布就是給人一種夏天很繽紛 就是很陽光的感覺 裡面有一個放口紅的隔層 喔 它也有一個口紅的隔層 對 嗯 好像現在不帶口紅出門不行齁 這是真的啦 但是因為剛好疫情的關係 也不一定要口紅 對 護唇膏啊 護唇膏 因為有時候你真的其實一直帶著口罩 其實還是會蠻悶的喔 來 那既然講到護唇膏 我們就真的給大家看一個 真的是拿來放唇膏的包包 來 這個你叫它什麼 我叫它口紅包吧 嗯 所以它是真的是拿來放口紅對不對 它的形狀 沒錯 其實我記得我們剛剛在介紹經典系列的時候 mini coco系列 它以前有一個叫lipstick 它就是專門是拿來裝口紅的 那時候我看過蠻多歐美的那種 就是好萊塢女星 他們可能只是去吃個飯 他們就會裝這個 就會帶像這樣子的小包包 只是它現在就是把它再做得更mini 然後再更小 然後甚至它的側邊 你看有一些不一樣的設計跟材質 會讓你覺得有一種就是 欸 用眼睛一亮的感覺 而且我喜歡它的側面是金屬的 其實皮革結合金屬是非常難的工藝 所以其實這個的小肺包 它的價位會比較高一些 因為它們是用工藝的難易程度來定價的 喔 那它的旁邊是可以調長短的 嗯 直接這樣拉 因為其實它在你在背的 因為它有鏈帶的關係 它其實會自動卡住對不對 對 譬如說我背給大家看 就跟剛剛的那個小金球不太一樣 而且它這個兩條 這樣自己垂在這邊 它也是一個造型 對 它蠻好看的耶 然後這裡面真的就是裝口紅 對 然後護唇膏 沒了 因為很多人會問我說 伴娘伴娘這可以裝什麼 沒辦法裝什麼 就真的就是時髦 時髦 漂亮 可以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小肺包極致 好那再來的話我記得 今天除了就是 像因為我們剛剛這個是口紅包嘛 對 是不是還有一個是很像戀包的 呃 腰包 這個 這也是 它剛剛拿出來說我整個尖叫欸 怎麼會這麼好看啊 好啦我也沒尖叫 因為我口紅嗓聲音偏低 它這個包它看起來感覺好像跟這幾個零錢包 是差不多的 可是你看喔 來 你現在趕快背給大家 為了要可以背給大家看 我們剛剛還特別瞧 鏡頭瞧角度瞧了很久 你看 你看 怎麼會這麼好看 很好看耶 好看 真的好看 這個真的就是一個時髦沒別的 而且你剛剛說這個東西它其實有做調整 所以它不會鏈子垂在那邊對不對 對 因為它腰包的設計就是這條鏈子會比較短一點 所以如果你在調整的時候 它這個鏈帶垂的長度不會很不合理 就是不會讓你覺得說欸我怎麼好像已經垂到你膝蓋了 很長 然後這個的話其實你也可以譬如說稍微這樣子做一個垂墜 是不是很厲害 怎麼那麼時髦 是因為它瘦的關係嗎 是不是因為它瘦所以我如果是有點肉是不是就不適合 那在接下來我們等一下要介紹的是一些像錢包的對不對 對 就是雖然說我們剛剛經典的有介紹WOC像錢包的包包 可是像這一個呢這兩個 有點像是卡包的感覺 其實這個腰包也算是腰包的卡包 對 它其實裡面就是放大概卡片為主 大家就不用再問說什麼長頰塞不塞進去 它本身就是一個皮夾 很明顯塞不進去吧真的 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你說這個叫什麼 雙金珠小包包 雙金珠 因為它是有兩個金珠這邊 而且你看喔像你雖然同樣都是帶卡夾 可是 好我們來看你看它這個畫面喔你看它是不一樣的喔 你看每一個小肺包它本身都會有它自己的特性 你看像這個鏈子在這個地方 它上面是有自己的 對它有它自己的造型在 對 所以它就是可以像剛剛這個包它可以卡住 對你看喔 很方便耶 往兩邊拉 就可以讓它變成比較短 也是一樣 就背起來了 說說我們怎麼會這麼幸運 你看就算是一般的節目 也沒有辦法找到這麼多厲害的小包 這個已經停產了你知道嗎 停產為什麼 就是現在買不到 除非它幾年後回流 那不一定 但是現在是完全買不到 那像我覺得它這一款 跟其它的包包比起來 它的皮革好像又再多了一點亮度對不對 你眼睛很利耶 當然啊 因為很多人其實以為它這個光滑面 以為它就是養皮 其實它這個特殊的光澤度 它是牛皮喔 所以是只有這一個包包才特別處理 這樣子的 去年我記得就是這些雙金竹包 它有分比較大的真正的包包 它們都是這樣子的皮革 喔 就如果你喜歡像這樣子的牛皮 有點光澤 你就可以鎖定那個雙金竹 是 OK 這集我們還是要給大家一些 你知道購買上的小tips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最後一款 還沒有介紹的就是這一個 像很多人他們買包包的時候 極度怕買白色 因為很怕白色比方說被牛仔褲染色啊 或是說我平常只要不小心一點 辣油滴下去太奶滴下去 或是我不小心花上或幹嘛的 都會很明顯 可是像小肺包買白色我覺得就很棒 因為它可以提亮你整身的穿搭以外 而且張力比較不會那麼難過嘛 因為它比較好入手 欸我覺得白色配小肺包有一種就是你知道 清新感耶 是 它這個裡面也是像皮夾嗎 它是雙層的卡包 其實這種外面有賣單賣的就是 真的就是做皮夾 雙層卡包 然後它現在就是等於加了鏈帶讓你可以背 它的鏈子沒辦法調長短 背後的話也有一個卡層 所以其實它也很方便可以放悠悠卡 對 這個就真的可以這樣子去逼耶 對 直接這樣子 因為很多人像我們剛剛那種就是經典包 它後面雖然有隔層 可是你放悠悠卡你很難這樣子 因為那個包包有時候太大 就是沒那麼方便 可是像這個就真的很方便 就可以推薦 然後今天是不是我們還有就是最新最新的兩個包包 202222S就是春夏新款的 好來來來 我跟你講你們應該沒發現我其實從頭到尾一直背著一個包包 因為我就是 我背起來之後我就一直不想拿下來 我覺得這包包好適合我 我是不是頭出去了 但沒關係我頭不是重點 因為這一集重點是在包包 你們看 這個包包 我覺得以前以往可以看到這一個款式 它是比較多是做那種感覺 復古Vintage的感覺 才會有這樣子的包款 而且它的容量我覺得也不小喔 因為你看喔 它的那個側邊是有寬度的 然後它又有一定的高度在 所以其實它應該算蠻能裝的 而且你來說一下這個金球 這個是最新款的金球 它是皮川鏈金球 好美喔 欸好啦趕快把我的包包換我 已經跟你買了嗎 趁范國外 范國外你怎麼還在 你不是要去拿包包 大媽媽你很奇怪 你趕快走啦 所以我怎麼還沒出門啊 好好看喔 這款真的好好看 我喜歡它 喜歡它是因為它是一個Hobo的包型 但是又配合金球 是只有今年才剛出的 之前沒有這樣子的 Hobo怎麼讓包包定的像Hobo 厚的感覺怎麼講 厚的 對而且這個形狀 有點比較流浪包款的感覺 這個包包好好看喔 還有還有還有 來來來 我的包包 喔 OK 這個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粗鏈條 這個我在你的版上的線動 不停的看 這一款我覺得會打中很多女生的心 因為很多女生其實他們喜歡 就是透過包包來妝點他們自己穿搭的時候 這樣子的背帶是很有加分效果的 我覺得這比較有個性的感覺 其實我就是喜歡 我自己是很喜歡mix and match 就是我可能穿的比較 Lady我就會背一個比較有個性的包包 或是穿的比較有個性 我可能會故意哪裡放一個比較溫柔的東西 對對對 我覺得會讓人家覺得你好像變化莫測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包包裡面 好 這個包包它裡面的話 其實因為它好像皮革比較軟一點 所以它相較在 其實是可以小曬一些東西對不對 對 因為像這個包包我覺得它的優點是 它有一定的寬度跟長度 可是呢 它又透過這個背帶 讓你真的就達到一個 你剛剛講什麼 mix and match mix and match mix and match的感覺 有時候我們像 經典線我們想買了之後 可以讓它不斷的增值 然後不斷的就是讓它覺得不掉價 小肺包是可以在你穿搭上面做出 不一樣別出新材的變化 那你自己本身有時候在經營平台的時候 有沒有你自己覺得小肺包 最多人問的是哪一款 小盒子 跟長盒子 那你自己最推薦大家買的小肺包 是哪幾款 我覺得小盒子最主要就是選自己一眼 就覺得很漂亮 其實譬如說有些人喜歡很喜歡黃色 但是不敢大包包用黃色 對 那就拜託你小肺包買黃色 其實你要follow your heart 一直不停的講英文 就是我覺得小肺包 就是要選一個自己一眼喜歡的 不要想太多 我覺得材質啊或是什麼也不要想太多 因為小肺包其實它就是 背得可愛漂亮最重要 那像我這邊要幫大家問一下 很多人就會說 為什麼代購現在往往都比專櫃還要再貴啊 其實我覺得有的時候大家會有點誤會說 代購一定要比較便宜 我覺得那個是屬於一些比較其他方向的代購 但是精品代購的話 因為我們的工作是買你買不到的東西 對 所以可能我們要去排隊 我們要花很多時間 然後要去跟Sales周旋 這些種種其實都會有一些它的費用在 就是等於你要花心力啦 這心力也是時間也是錢嘛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很多人對於代購好像還沒有那麼的理解 我覺得今天剛好可以給大家算是一個小解答啦 那我只能說我們就是很幸運可以請到Christina拿出這麼多厲害的包包 我跟你講其他很多節目也不一定可以看到那麼多厲害的包包好不好 我跟你講我們持續敲完Christina 可能比方說下次來愛馬仕好了好不好 我們大家就是留言在下面 這集的點閱請大家先衝起來 OK 那喜歡的話記得要追蹤油管 然後追蹤我的IG 還有就是 來 Shopping is my cardio Shopping is my cardio 我們會上在旁邊 因為我知道你們也聽不懂 我也是啊 記得追蹤起來 然後如果說就是有喜歡什麼主題都可以留言 在下方讓我們知道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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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канал 拜拜 Above まり 到